哇,好神奇啊 这次应该你们猜不到是什么了吧 哇,它真的像视频上一样那么神奇啊 这个东西叫蒲棒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芦苇上面的东西 哇,怎么 怎么这么大的量啊 好有趣啊,这个 你看你看它 我一边捏它一边就往外捧出来 真的好神奇啊 衣服没见过身边的 小时候没见过这玩意儿 这晚上都能盖着睡觉了 满天飞啊 让它来混一盒透彩 这个是白露的 白露的 白露的水上乐园 送了一个小小的游泳圈 你看这个不是新品了 我一直没有来得及玩 哦,这个蓝蓝的颜色 我这辈子只去过一次水上乐园 呀,是清凉的那种薄荷油的味道 哦,这个放了很久了 还是特别的硬质 不要飞 你们不要飞 盖背盖背 哦,它很虚 你看它很虚 然后它盖上以后它立马就塌下去了 这个东西真的好有趣啊 留留,我买了12根 我录视频用几根 剩下几根 明天叫我妈玩一玩 你们不要飞呀 哇,第一次看到有史莱姆也不太容易征服的东西 它这个混合完以后 这个泥变得太生硬了 它没法玩我感觉 完了 BBQ了 好好的一块泥毁了 这个东西因为它很干燥 它特别的吸收水分 恰好白露这块泥油做的非常厚实 小肥痛 大自然造物好神奇 我们再拿一根可爱的小扑棒 把它包裹在这个偷胎里边 既然叶香对于白露那个偷胎的话 它会比较的水 看一下能不能中和一下 这个扑棒的干燥 它的力量会把这个透胎弹开吗 这样怎么看像个壁虎呀 又像一块生姜 像个狗啃的骨头一样 刚才那个泥亚太厚了 你看现在它就捧开了 怎么里边跟皮草一样 你看你看下边它自己捧开了 刚才那个泥亚太厚了 这颜色有点像丹麦水雕 弄完以后怎么跟个毛毯地地一样 你看扯不开了 自带老面筋特效 完全变成一个拉力厚了 你们看它回缩了之后 还有褶皱上面 怎么会变成这种质感 你们看它像个啥 它竟然有那种布料的感觉 最后我找出了现在我手上拥有的 最细的一块泥 就是一个假水胶 假水的寿命是真的长 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效果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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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一触即发的感觉 它像活了一样 它像活了一样 里面还有一个空腔 怎么又有点恶心了呢 看着因为它这个 这个条状的这个形状有点 有点一言难尽 好有点吓人到这样 这样捏爆的话 它的种子就会在这个里面 你看 好吓人哦 这样有点吓人了 我想你居然看这个电影异形来了 总结啊 这个东西它很有趣 但是呢它不适合混音 它不适合混音 它不适合混音